使油价格再次破百 到底会不会市场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咱们都知道呢 油价是在过去12个月 上涨非常迅速的产品之一 那么在去年疫情刚来的时候呢 在4月中4月底的时候呢 当时的国际原油市场期货价格 曾经一度在一天晚上 最低达到过-30美元一桶 但是呢 这个价格很快伴随着之后呢 疫情逐步在中国得到控制 开始逐步复苏 油价呢 也从当时的5美元 6美元 到之后呢 10 20 30 40 那么在本周 石油价格再次突破了70美元大关 那么从-30到70上下的变化 应该说是以500%以上来计算 现在呢 市场又传闻 油价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某一个时间 再次达到100美元一桶的天价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来说的话呢 首先对于未来的价格猜测 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为什么他们会说油价再次达到100美元 并不是一个梦 他们的主要观点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 我们知道在去年疫情之后 像美国 像中国 像欧洲 像日本 几乎所有的国家 为了振兴其经济 都实施了大规模的 印钱和刺激计划 换而言之 就是咱们几次视频中 屡次提到的 什么呢 就是价格上涨 这个价格上涨不仅仅反映在房价和股价上 同时也扩散到了 几乎以所有 只要是用钱来支付 那它就涨 所以作为以美元来定价的石油 包括像铜 铁矿石等等 都受到了因为美元 是连续超发 连续超硬 所导致的实际价格下跌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 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最严重之前 我们以1月价格为例 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平均呢 是60至65美元 那么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股价 比如说美国指数 英国指数 澳洲指数等等 对比一下2020年2月份 或者1月份的价格 普遍来说 它们的价格都已经超过 当时价格至少在10%到15%以上 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比例 把它适用在大宗商品上 那油价就应该至少在现在的 我们说2020年2月份 当时65乘以多少呢 乘以1.15或者是乘以1.2 换句话说 如果以20%的增长为举例 那么65的20%就是13 65加13就是应该在78美元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宗商品中的石油价格 和美国指数涨幅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现在的合理价 就是在78美元左右 从78到100 还有25%到30%的余地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油价再次达到100 从现在来看的话 价格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并非不可能 因为油价的上涨 除了供应和需求关系以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是炒作 大家知道金钱是逐利的 当市场的投机者发现 油价现在是处于强劲上涨趋势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资金 进入到这个市场中 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比特币 和其他数字货币一样 所以如果油价出现了 超过78美元以上到80多 甚至于逼近于85这样的猛涨 那么会吸引到大量的资金 再去进场去投机性的炒作 总体来说 油价现在价格虽然达到70 但是如果和股市的上涨相比 它依然没有达到同样的百分比 因此我个人认为 油价在未来的6到12个月时间里面 还有至少5% 多20% 就是5到20的增长空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转门话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